大家好,我是首領保健專家,馬鳳翁營養師 到底吃素好還是吃葷食好呢? 今天最主要是以站在營養師的角度去看待純素食這件事情 並非是要引起其他的論在 有些吃素是因為救地球,有些為了還原 有些宗教信仰或是個人等等上面的因素 但這些不在我們今天的討論話題之內 就營養學的角度看待純素食這件事情 我們去做一個了解 包括這季幾年的國外風潮開始流行吃素 甚至EBC中文報導 在柏林大學內至10月份起 每週一將不提供肉類,稱為氣候友好型的菜單 我都會說你在講說吃素好像比較嚴格一點 如果我們說吃蔬食好像比較好一些 就是建議你多吃蔬菜 對你的健康當然會有幫助做提升 連比爾蓋茨都吃素食漢堡了 你說這個蜂草是不是延續更多呢? 甚至很多藝人也紛紛加入了響應 但是在營養師的角度當中 吃素食還是有它的理由 從事營養師十幾年以上的工作 確實有碰過不少的個案 因為吃純素食而導致肥胖 高膽固醇的例子仍然是有的 這為什麼呢?很多人就開始 那麼吃素不是比較健康 怎麼會反而導致高膽固醇呢? 這是在於食物的選擇 怎麼說?你在素食便當店裡面 或者是套餐裡面 主菜通常是什麼?人造肉類 以大豆蛋白做製品 經過油炸 或者是像素雞、素豆包、豆皮 這些很多都是再次加工的製品 去經過高溫高油烹調之後 加調味料 讓你彷彿有時候吃到真的好像肉 怎麼會這麼樣的好吃 連我有時候都覺得很激 但是在於說這些高油高烹調當中 你的熱量無形中增加之外 那含量也高 再來 蔬菜它為了要讓顏色好看 很多都先經過過油一次 就像茄子 你沒有經過這個油炸的動作 它的顏色真的很難保色 你通常會是暗暗黑黑的 所以你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大多已經是採用高油 再來是高鹽 身體的負擔就會增加 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素食裡面因為它的種類局限比較多 所以常常會用根莖類的澱粉性食物去拌炒蔬菜 什麼叫根莖類的澱粉性食物 包含南瓜、地瓜、馬鈴薯、山藥 你會碰到這些的澱粉類食物去炒蔬菜 所以你在夾菜的時候 無形當中又再增加了澱粉攝取 會導致你肥胖的原因也是在於這邊 那到底素食人造肉是怎麼樣做的? 素食人造肉它就是使用大豆分離蛋白 加調味料再去重新組合包裝之後做成品 那裡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碗豆蛋白、大豆蛋白、馬鈴薯澱粉、超米蛋白、椰子油、芥花油等等 這已經失去食物原來的味道和形狀 所以它是屬於加工製品 經過油炸高溫烹調之後 你吃進去血管就非常容易產生氧化物質 黏著在血管壁上 所以不見得說你吃素完全都比較健康 還是在於你食物的選擇 那到底該怎麼吃才好? 我們會建議如果可以盡量選擇奶蛋素 它裡面有一些維生素的成分跟礦物質 是在於純素食者沒有辦法吃到的 嚴格素食者很容易缺乏維生素B12跟甜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吃奶蛋素的人 建議多選擇深綠色的蔬菜、海藻類 也就是海帶類的食物去做一個補充 再來建議多選擇原型食物 也就是減少加工製品 才會讓你真的吃到健康又少負擔的食物喔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 更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